18分钟带你看完热血高校包含龙骨炎至灵田惠芳乌春道九里虎等人物的整体主线故事 了解一下你所喜欢的人物处于哪个时代 看一下在当时的护鸭流出了凌兰奉仙外还有哪些强大的不良势力 凌兰男子高校又称乌鸦高校乃是全国不良少年们的乐统 在凌兰成立三年后一所敢于挑战凌兰的高校也拔地而起 而那所高校便是杀手集团奉仙 之后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两校虽然总有纷争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 在这段时间里凌兰也诞生了一位又一位的强者 龙骨炎至的父亲黑道大老龙骨英雄与三大战神中的三只熊 创建眉心一家的眉心兄弟以及有着剃刀之拳称号的片铜拳 都是那段时间的人物 最后在凌兰第二十届的时候一位有实力有气魄有梦想的少年 秉承着武装自己的心我们站在最前线 为了自由而战的宗旨创建了一只名为武装战线的暴走族 这名少年便是武装战线初代木林木会三 当时的初代武装里 还有着一名拥有武装战神称号的存在 那便是凌兰第二十届乌鸦大导泳三 至此称霸护亚流氏的三大势力凌兰凤仙武装 全部诞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是在凌兰第二十一届的时候平衡彻底被打破 因为在那一年凌兰与凤仙爆发了那场最为凶残的大战 那场大战导致凤仙战神美藤真喜雄 与凌兰带头人之一的重景身亡 凌兰另一位带头人川西生入狱凤仙与凌兰近百人惨遭开除 在这一战后凤仙与凌兰不仅损失惨重 而且双方的关系也更加恶化 可就在此时凌兰第二十一届的霸主加木原次郎 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凌兰的大旗 与凤仙签署了著名的停战协定 在这份协议下凌兰与凤仙也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随后加木再将日后的热血高校最强存在 林田会引入凌兰后 便传位于当时凌兰新人王秦泽多摩雄毕业离开了凌兰 而凌兰也迎接来了秦泽多摩雄的时代 与此同时明海大我也成为了凤仙的掌门人 武装战线出代木林慕惠三也传位于 坚田和之至此一个新时代也正式到来 此后这座城市虽然时常爆发斗争但还算安稳 不过这份平静即将因为两个人而打破 首先先是武装二代木坚田和之意外身亡 而当时武装的副头林九能秀成 依靠着自己弟弟九能龙性恐怖的实力 趁机夺取了本应属于坂东秀人的三代头领的身份 成为武装新一任的头领 随后在他的带领下武装彻底违反了创建时的宗旨 开始为非作歹大力吸收成员 仅仅一段时间便成为拥有近千成员的庞大势力 隐约有着成为三大势力之首的趋势 而不服输的坂东为了抢回武装三代头领的位置 选择转学林兰创建自己的势力 本来因为武装换代的原因 已经导致这座城市失去了以往的瓶颈 但随着另一位少年的到来将彻底打破这份瓶颈 而这位少年便是最凶转笑声龙骨元智 龙骨元智在转入林兰后 便在骗铜拳以及依其顺等人的帮助下 创建了能与秦泽抗衡的巨片 随后秦泽的军师互为勇赐 为了铲除元智这颗眼中钉不惜寻求三代武装的帮助 绑架了元智的女朋友 而不了解武装架构的元智竟然带人杀入了以及脱离武装的板东的地盘 要不是板东最终没有计较这件事很有可能这将是新一轮大战的导火索 在这件事后龙骨元智与秦泽多魔雄争霸林兰的最终大战也正式爆发 而那场大战以龙骨元智战胜秦泽多魔雄而结束 至此林兰进入了龙骨元智的时代 不过元智在击败秦泽后并没有扩大势力反而开始挑战林田慧 再一次又一次的战败后她的威望也降到了冰点 不过这个时候梁起针对林兰的阴谋也在悄然中进行 先是因为川西生的出狱导致奉仙决定向林兰下手报仇血恨 而后便是黑啸和田等几个这座城市的二流势力组成联盟妄想取代林兰的位置 但是这个联盟却被龙骨元智仅依靠三人之力便将其抹杀在摇篮之中 可奉仙的报复却不是这些二流势力可以比拟的 在明海大我的带领下林兰可谓损失惨重 反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威望已经荡然无存 最终还是依靠秦泽多魔熊的帮助她才拥有能与奉仙一战之力 虽然这场大战林兰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也是惨胜 在这件事后龙骨元智也向林田惠发起了最后一次的挑战打出了那场世纪之战 随后元智等人便毕业离开了林兰 至于之后的剧情却出现了一丝混乱 因为按照漫画来说之后的林兰便进入坎东与三人组的时代 但是在电影中却强加了一段强螺与旋风熊的故事 而奉仙那边则是进入了美藤龙野的时代 在强螺等人或隐退或退学后这段混乱的剧情也正是结束热血高校也进入了高潮 因为那位热血高校第一男主方乌春道转入了林兰 春道在转入林兰后便凭借超人的实力先后击败了三人祖宗的本城与山元 随后更是凭借一己之力铲平了坎东那拥有上百人马的势力彻底摧毁了坎东夺回武装的希望 但三代武装也决定以这件事为契机向春道下手打算趁机拿下林兰 必定现在的坎东虽然已经脱离武装但还是武装名义上的四大天王 要知道此时的武装在久能秀成的带领下 已然成为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隐约成为三大势力中最强的存在 不过他们却因为畏惧林田会的实力迟迟没能向林兰下手 但这件事也刚好给了三代武装向林兰下手的契机 不过他们显然太过小看春道 虽然武装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几场胜利 但是当春道被彻底惹怒林田会也加入战局后形势彻底发生了逆转 堂堂拥有近千名成员的三代武装在春道的带领下被彻底铲除 就连当时的武装战神久能龙信也是先后两次败给了春道 在三代武装覆灭后久能龙信创建了第四代武装 而他也继承了林木会三的意志让武装重新回到那个为了自由而战的时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股能与林兰奉先武装屁密的势力也悄然诞生 他便是由春道好兄弟布鲁所创建的黑坟联合 原本的黑坟联合是由这座城市两股二流势力黑啸与坟八组成的 但是在布鲁人格魅力的影响下先后又吸引了近十股势力加入了他们 至此这座城市的第四股一流势力正式成立 但是就当黑坟联合如日中天的时候布鲁却因为车祸重伤入院 而此时实力超凡的县南五人组也杀尽了这座城市目标正式黑坟联合 要知道五人组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着龙骨原质左右的实力 虽然五人组这次只出动了以贝鲁克为首的三人 但是这三人却将没有主心骨的黑坟联合打到崩溃 而这位贝鲁克便是在热血街区中曾经登场过的大老板 可就当他们三人在这座城市肆意屠杀的时候 却惹怒了几位这座城市的王 随后三人组中的继幕与赵变先后背方乌春道与九能龙姓击败 而贝鲁克也在付出重伤的代价后才战胜了黑坟联合第一战力千秋 在这件事后贝鲁克等人便离开了这座城市 五人组中的赵也与武装的九能龙姓不打不相识成为了结拜兄弟 黑坟联合的总长布鲁也成功出院 然而就当众人以为一切都将回归平静的时候 大批身穿白色校服留着光头的不良却出现在林兰的周围 显然凤仙针对林兰新一轮的进攻即将到来 他们先是偷袭打伤包括春道在内的林兰几乎所有的干部 随后便向林兰发起了最终的进攻 而当时凤仙的掌门人并不是美藤龙也 而是一位名为挺田胜利的三流角色 虽然挺田胜利实力不强 但是奈何当时林兰的干部都已入院 可就当林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难之际 板东却挺身而出驻林兰度过这场危机 而此时真正的幕后黑手美藤龙也终于露面 其实奉仙的一切行动一直都是由他在暗中指挥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都是为了给自己大哥美藤真喜雄复仇 龙也在登场后便以强悍的实力打败了板东与三人组中的同岛 但是他的这一举动也彻底惹怒了那位林兰压魂芳乌春道 愤怒下的芳乌春道是何其恐怖的 他仅用了三拳便将不可一世的龙也打到崩溃 在这件事后芳乌春道与九能龙姓美藤龙也 以及布鲁被人称为护亚流氏四大天王 而他们所在的势力也被称为四大势力 然而就在此时林兰也迎来了毕业季 林兰战神林田慧也将毕业离开这座城市 纵观林田慧在林兰的三年里依靠着绝对的实力 打败了一位又一位的主角直到他遇到了芳乌春道 这位金发少年凭借着自身的魅力与不弱于林田慧的实力 彻底帮助林田慧走出了阴霾 而他们二人虽然见面就会争吵 但是却将对方认作了彼此的朋友 面对林田慧的毕业春道的内心极为不舍 而为了了结二人心中的遗憾 他们在万众瞩目之下上演了那场最为精彩的世纪之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 他们二人曾经进行过一场以平局收场的对决 但这一场世纪之战却以芳乌春道以一拳之差败北而结束 而林田慧以未曾失败的战绩毕业离开了林兰 在林田慧毕业后林兰也再次迎接来新一批的乌鸦 而在这些人中有着五名性格各异的存在最为突出 他们便是以春道初中学弟折顿为首的林兰巫 在这巫虎展露头角的同时 其他三股势力的新人也纷纷崛起 他们分别是奉献高校的金王 黑坟联合的中岛 武装战线的武田好城 然而就当此时 之前打的黑坟联合丢盔弃甲的县男五人组却再次到来 而这一次他们是来求助的 而原因则是五人组中的三号人物阵内公平叛变 加入了不良组织舌头 并带领舌头拿下了县男的掌控权 虽然他们求助的对象乃是武装四代目九能龙杏 但是喜欢凑热闹的房屋春道 还是拉着奉献的美藤龙也一起加入了这支远征军 至此热血高校最强小队正式成立 在这支小队里拥有龙骨原质左右战力的存在便有着五位 再加上房屋春道这支怪物 而这场远征的结果则是奉献武装林兰三方势力出动了最为精锐的人马 庞大的舌头组织被彻底覆灭阵内公平身亡 在舌头事件结束后护压流也回归了平静 各方势力的新人们也开始慢慢崛起老牌 强者也慢慢隐退 而最先隐退的便是武装四代目九能龙杏 随后美藤龙也两兄弟也转校离开了凤仙 黑坟联合的布鲁与林兰的春道 也退隐二线新四天王的时代正式开始 他们分别是林兰高校的怪物折盾 凤仙高校的最强翻掌金王 武装战线的五代目武田好成与黑坟联合的二代总掌中导 可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地狱使者却悄然降临到这座城市 而他便是有着最强不良之称的九头神龙男 此时的龙男因为哥哥九头神虎男 没有把万世帝国二代头目的位置交给自己 所以叛逃出了组织 于是他便遭到了万世的追杀 为了暂地锋芒龙男便在手下的带领下来到了这座城市 再来到护亚流后龙男先是只身一人杀进武装 总部秒杀了五代武装的头领武田好成 随后奉献的金王与凌兰的折顿纷纷被其轻松秒杀 至此二代四大天王中除了暂时不在这座城市的中岛外 纷纷倒在了龙男的铁拳之下 但是小弟被打大哥自然会挺身而出 于是身为折顿大哥的方乌春道再次出马迎战 这场大战的精彩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林田会的那一场 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方乌春道以重伤为代价战胜了这位最强不良 龙男在戴北后也幡然悔悟选择回到万世从底层做起 而方乌春道这个名字也从此成为不良界的传说 在这件事后方乌春道三人组等人也迎来了毕业 但是春道却因为某一些原因未能毕业只能再复读一年 可春道作为渴望自由的乌鸦自然不会再浪费一年的青春 于是他便选择退学离开林兰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而热血高效的其他强者也纷纷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 三人组中的山源成为了一名木工 本城则是当上了摩托车修理工 同岛与宿敌坦东一起组成乐队名声大噪 飞坟联合的创始人布鲁则是继承了家中的工厂 武装的龙信与奉仙的龙也成为了职业拳击手 龙信后来更是成为了一代拳王名利双收 至此方乌春道的时代正式结束新的时代也将到来 在方乌春道退学后林兰也来到五虎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候成为飞坟联合二代总长的中导 也向金王带领的奉仙开启了全面战争 原本没有参与战争的林兰获得一丝久违的瓶颈 可此时林兰的新生中却出现了一位名为九里虎的大魔王 这位九里虎本来并不想参与任何斗争 可在在他秒杀掉奉仙二当家在内的十几名不良后 也引起林兰五虎之手折顿的注意 不过这位方乌春道清定的接班人 却败在了这位林兰新生的手中 至此属于大魔王九里虎的时代正式开启 而这位九里虎便如同当初的林田会一般不参与林兰的任何争霸 但是他却是所有人无法迈过的大山 时间一晃而过黑坟联合与奉仙的战斗在持续不到一年后正式结束 而结束的原因则是因为黑坟二代总长中导的转学 在中导转学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掌控这个由十几股势力组成的组织 至此四大势力中的黑坟联合名存师王退出了舞台 而在这个时候武装的五代头领武田好成也因为病重提前退役 重情重义的武装新人和内铁生上尉成为了武装第六代头领 在这两大势力经历大起大落后各方势力也迎接来了新鲜血液的注入 林兰也迎接来了两位超级新人那便是月导花与天地兽 但是天地兽在新生争霸赛中败给月导花后便从林兰退学加入到了龙胆高中 而月导花也以林兰新生争霸赛冠军的身份创建了日后大名鼎鼎的花子 与此同时武装的村田将武以及奉献的月本光正也纷纷脱颖而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奉献的金王碍于月本四兄弟的压力无奈向林兰宣战 不过金王自知奉献根本不是林兰的对手 于是他便采取了历代奉献前辈的金燕暗中向林兰的那些干部下手 在奉献的伏击下包括折顿在内的林兰一众干部纷纷受伤 而这个时候林兰五虎中的加东秀吉也决定反击 于是他便带领着林兰与奉献上演了那场最为著名的天狗之战 那场战争可谓是林兰历史出动阵容最为强大的一战 当时的林兰不光出动了五虎带领的林兰三年级 三大干部带领的二年级月岛花所带领的一年级 就连九里虎这位大魔王也参与了进来 而这一战也是奉献历史上败的最惨的一场 在这一战后奉献再也没有与林兰上演过大规模团战 此后林兰五虎与奉献的金王也毕业离开 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式结束 林兰五虎之手的折顿成为了一名教师 而金王则是成为了一名医生 此后新的时代正式开启 林兰迎接来了月岛花的时代 凤仙则是被月本光正所掌控 可就当他们二人为了统一自己势力而努力奔波的时候 另一势力武装却发生了巨变 武装的六代头领致勇双拳的铁声意外身亡 这个纵横数个时代的暴走族也濒临毁灭 然而此时村田将五虎扛起了武装这感大气 随后他在好兄弟藤代拓海的帮助下挽救武装与危难之中 可此时一场腥风血雨也在悄然间爆发 而引起这场腥风血雨的便是从林兰转学到龙胆的天地兽 天地兽在依靠绝对的实力与阴狠的手段掌控龙胆后 便开始吞噬之前黑坟的势力 在他的手段下先后拿下了几乎这座城市所有的势力 目前也仅剩下武装凤仙与林兰等少数几个势力没有遭到他的侵蚀 随后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天地军团也正式向这几大势力发起了进攻 而第一个遭到迫害的便是以团结著名的凤仙 在天地兽的阴谋之下凤仙不但出现了叛徒就连光阵也险些陨落 幸好月导花及时出手才没让凤仙落败 之后愤怒下的林兰凤仙武装同时向天地军团发起了进攻 在三大势力的连番进攻下天地军团被彻底摧毁 而天地兽也在与月导花的单挑中再次落败 在这件事结束后这座城市也进入到久违的休战期 但武装战线却为了铲除隐藏的危险惹怒了超级势力万世帝国 这个万世帝国便是当初九头神龙男所属的势力 要知道即使林兰在万世帝国的眼中也只是二流势力 堂堂的武装与独鹅一起拼死也才仅仅打败了万世的一个堂口 要知道这样的堂口万世可是拥有着二十几个 而就当武装与万世开战的时候林兰内也在发生着一件大事 那便是月导花为了统一整个林兰决定向九里虎发起挑战 随后二人便在全体林兰不良的注视下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战 虽然月导花最终还是败北但他不服输的精神也彻底打动了包括九里虎在内的所有人 于是月导花在九里虎的帮助下正式登顶林兰做到了统一整个林兰 而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的武装六代头领村田将武也找上林兰与奉先寻求帮助 在村田将武的下跪恳求下户亚流联盟正式成立 此时万世帝国出动了九大堂口杀进了这座城市 但是面对林兰武装奉先龙胆等等一流势力组成的联盟最终全军覆没 随后护亚流组成最强七人组闯入万世总部 林兰初代翻讲月导花奉先掌门人月本光正 武装六代头领村田将武龙胆佬大天地兽纷纷在这七人之中 而他们要面对的则是第二代全国最强不良质子信义所带领的七人中 虽然最终护亚流一方遗憾落败 但是双方的大战也因此而结束 在此之后月导花月本光正等霸主们纷纷退位 属于他们的时代也彻底结束 新的时代也正式开启 林兰在先后经历大善鲁公本三轮黑人太龙后便迎接来拉奥的时代 而奉先则是先后经历月本光法三国永经到后来的上田佐志雄 至此热血高效目前的故事正式结束 最后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可以三连支持一下